HELLO 大家好,我是KEYS 今天我們繼續回來玩武器店物語 很開心我們繼續回來玩武器店 但是我想說,繼續開始遊戲 上次我們不是請了一個勇者回來,幫忙打素材 他一直都是輸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馬上出發給大家看一次 這裡 我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他們不停遇到黃 然後我不停什麼都拿不到回來 原來是不是一開始的時候還沒太強 我們是需要看著他 就是看著他,一看到BOSS就立刻按撤退 我發現這個勇者是有任務的 勇者有一個員工任務 只要殺了10隻屎萊姆 他就可以加一個新的技能槽 而且我剛剛在看,我發現一件東西 我剛才不是說給100G 他就可以加入我們做員工 好像不是每個月給,好像給一次就行了 我知道為什麼了,你看勇者不懂活血 嘩嘩嘩嘩嘩,死啊他,夠不及了 廢勇者,真的很廢,真的很差 什麼材料都拿不到回來 好用的,還是讓他劈事先 哦,那可能開頭的時候裝備不太漂亮 真的要隨時準備按他撤退 扣7 我們是要給一些強一點的武器 嘩,扣12 走啊走啊走啊 勇者你不夠打的,你走啊 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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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拿到一些東西回來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裝備可以給勇者 沒有啊,勇者的裝備其實都很漂亮的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升高一點點 我們才可以有其他的東西 熔爐啊 熔爐,我們有個熔爐買了之後 會不會多些東西可以打造得到呢 但我們現在沒有什麼錢 身為一個勇者 我還是給你去建造東西 因為其實建造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升到的技能都幾多 嘩,看一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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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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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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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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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看著他們,真的會死得很快 反而現在我們按多他幾下回來 看到他打了東西之後,我們就按他回來 這個 哎呀 我按了個鈕 這個這個這個 他自己彈了上來 耶,請到個年輕人 我們有三個員工,現在厲害了 我是來這裡打造這個頭盔的 裝甲不可以嗎? 蛤? 這傢伙是可以做頭盔的嗎? 什麼能力值啊 不是啊 頭盔熱愛打造出高質量的頭部裝備 的概率增加20% 這個人是做的 我們也把勇者放出去做 做什麼 這個人就專門做這個裝備 他也是適合做裝備 勇者也可以出去冒險一下 要13個木頭盔 哪有這麼多材料給你 但是這個獎勵很吸引 我們試試做這個木頭盔 做13個 好了 我們要一邊出去 冒險 一邊 打造這個裝備 冒險 這個勇者真是差勁地 這個 這個利薩 我覺得很厲害 嘩,這隻是BOSS來的 看著這隻 這隻BOSS 利薩未必夠打 這隻BOSS 看著這隻血 嘩,上面那個又沒有血 看這個能不能打 夠打的話應該有多少材料 再剪 扣4 他打我扣多少 錯了 沒有人夠 但是扣2 會不會秒殺我呢 我扣7 不夠打這個 走 走 咦,這個寶箱散了 散了 那怎麼辦 倉庫散了 啊,這裡賣的東西 okokok 原來打造了之後 會放在這裡 這裡有個倉庫 嘩,那些人排著 怎麼進來買東西 原來要按完這個箱 再按個人 才能買到的倉庫 ok 嘩,勇者 少看你一會 冒險失敗 嘩,在這裡 賣東西 嘩,這個人都死了 走啊 你殺 走得切啊 你殺 真的要快點 幫他們 升級到道具 才行 勇者殺10隻屎萊 沒有殺 都沒殺完 咦,我有一個鐵頭盔 可以開掃一個新的技能 ok 沒問題 讓我們幫你們 嘩,那我們 嘩,開頭其實都蠻忙的 我想說這隻遊戲 我開頭就是要 儲到裝備 又要看它兩個 看完它兩個 又要看裡面 又要手動 因為其實遲些 有很多東西 都可以自動做到 不用我按得那麼辛苦 唉唷,好想請這個小丑回來 但我要儲錢 因為如果我們儲不到錢 我們都沒用 因為 不要計算裝不裝備 我們就算想買個 用爐回來 都要500 然後請了一個人 嘩,都可以 看來 夠啊夠啊 夠材料做13個 我們 做到13個就可以做到這個任務 這個任務有2千多元 只要做完這個任務之後 我們就可以 好有錢 開掃一個新技能 可以了可以了 馬克 多一招技能 體力增加 但我沒有那麼多技能 讓我按下去 咦 原來馬克 原來馬克有回血 馬克也不要裝魔物之眼 裝魔物之眼之後 比較容易遇到BOSS 我想說現在完全不夠打 繼續做頭盔 很快就可以完成這個任務 喂,幹什麼? 箱子不夠位置 2,4,6,8,10 10個位置 出事了 我們不夠位置 不要緊 不夠位置 我們再買個箱子回來 買了 寶箱大了 咦 有些新的東西學到 顏木棒 還有小皮革 還有小皮革 我想說這個遊戲 好像不 好像 贏了一隻火鼠 這個遊戲好像 很簡單 但如果你真的要玩下去的時候 要按按鈕都要按多少按鈕 咦,我們終於做完任務了 我們可以再去添置一些 新的物件回來 好,先看看 我們這次再去買一些新的裝備 可以買到一個熔爐 我們終於 買完了 咦,買到熔爐了 但現在還沒有人去控制 我們可以請多一個人回來 小丑用錢就請到了 不用做技術 你是不是要決定要請我呢 多一個幫忙總是好的 作為小丑一定會好好活躍在這裡的氣氛 先來一個笑話儀豪 從前有個叫西紅 從前有一個西紅尺 是不是西紅尺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這個 好,完全不會笑 小丑自己笑 小丑可以做這件事 但這件事有什麼做呢 什麼都會有 喂 喂 喂 買了爐回來沒什麼做 是不是他還未懂的 我們放他過去會不會好一點 喂 無聊到的熔爐 喂 又輸 勇者 真的不可以不看的 他們出去打架 一個熔爐 還有一個 會有新配方 鐵砧要買那個 要兩塊 就會有一個新配方 我們先做這個 這個還有兩塊 這個做到兩塊 會有新配方 然後我們再買多個鐵砧回來 然後就可以做到一件新的東西 膠任務 鐵砧可以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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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鐵砧可以打造 木製圓盾 新了很多 多了很多新的工具 旅行 旅者的帽可以打造 沒有女者之衣可以打造 即是我們現在可以做的物品 已經是越來越多了 嘩 這遊戲很忙 不停不停地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想說我自己打 嘩 一出來就看到火鼠 我打究竟 好像夠了 好像厲害了 攻擊力高了 其實不行不行不行 夠20 神經病 又看到黃 有沒有那麼多隻黃 每隻都看到黃 我這樣怎樣打材料 嘩 又死了 馬克 你看看剛剛按完 他們倆組隊一起出去 這樣不是辦法 阿里薩又打不打得贏 好像打不贏 因為我們應該高等級 他現在一出去看到的怪 已經是厲害了很多 我們一定要去升級他們的裝備 他們才一定會夠打 上面很開心 馬克一直挖礦 OK 嘩 這隻是什麼 這隻是屬人之什麼 這隻就是 嘩 阿里薩 阿里薩又看到黃 神經病 嘩 這隻是打不進的 神經病 嘩 秒了我一次 對不起 好了 現在很明顯地 我的勇者 雖然好像很打得 但也死得很快 我們現在要做 我們要把勇者的裝備 升級一下 怎樣都幫他放盾 還有弄一把劍 嘩 要鐵定 鐵定和細木棍 馬克 勇者過來幫忙 燒鐵 哇 很多鐵放石 其實同一時間 如果有錢 我們都要升級一下 這個 預備生產槽 就要升級 但我們要5000元 因為現在你看到 我們只可以升三樣東西 實在太少了 其實去到最高的時候 一萬元可以自動生產 這個 即是最美 其實 我應該要儲錢 那我們現在有兩把劍 差一個盾 啊 沒那麼容易死了 這樣就 還有些防具 其實也要換 剛才被人打很痛 我想說 小鐵錘反而可以用應急處理 小鐵錘好像挺好用 很適合他們用 我想說 他們需要回血 防禦力 我還未做到很高防禦力的裝 即是沒有 即是他們要照出去 再不就是 看看任務 看看有什麼 交渡 我們只要交到任務 就會多些錢 還有任務 會換一些 更漂亮的東西給你 木製員盾 可以有個新員工加入 多一個人回來 因為原來你們 是不用每一次都吃錢 那些人是 我要做事那一刻 他才要用錢 所以其實 請了他回來 我覺得先都可以 攻擊力超過10的鐵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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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要多做幾把出來 火薯皮 柔軟的毛皮 10把鐵劍 可以上手做這個任務 有個新配方 還有2千萬 圓盾 OK了 我們可以交這個任務 請多一個人回來 又可以 因為這裡只差一個位 全身的木盾 守護你的身體 保護你的靈魂 堅不可趣 無可挑剔 他就是一個小圓盾 對 他是一個小圓盾 25元多謝 我在 出門都還要踢人囉嗦 我買了盾就是為了去參軍 戰場上會安靜一點 但你也不錯 那怎樣 過來打工吧 如果你不多的話 我甚至可以在這裡工作 至少在這裡工作 不會流血 只要能夠逃得遠遠的 咦 這個也是建造系的人 請人 這個是做盾 即是適合在鐵杖店做事 因為這個是做 一個是做頭盔的 看一看 木瓜 生命值成長速度 咦 木瓜是出去打的 這個木瓜是 馬克拉是出去打的 木瓜反而是出去打的角色 我猜不到 我猜不到 嘩 好煩 要砸自己金 真煩 大佬 攻擊力超過10的鐵劍 我有7把 好 新配方 拳套可以打造 石之劍可以打造 鐵斧 鐵盾 鐵盾 鐵盾可以了 多一點 石之劍 鐵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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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了很多 突然做到的裝備 現在 還有這些 拳套 輸 輸 輸 這些很棒 這些是出去打裝備必用的東西 但它是需要一個魔物 輪粉 咦 可以做回復藥 原來藥物都可以做 這個要3個解毒草 可以不停地教 濃縮咖啡 有很多藥可以做 特製藥草 有多個新員工 多個新員工 我不知道可以放到哪裡 10把鐵劍 這個都可以教 士兵大劍可以打造 軍備盾可以打造 戰士之海可以打造 咦 有新的裝備 2000元 還有 哇 好了 一大堆東西可以交 突然之間 為什麼有那麼多任務可以交 有什麼守護戒指 有 有些裝備 有新員工 哇 好複雜 我們現在很多東西加 我們的員工過剩 沒有那麼多位 讓他上班 可以買一隻馬 多個人出去打裝備 獲得了好棒的背方 不過我有一個請求 請求我在這裡工作 你不是藥草大師 是藥草大師 這個是負責 做藥草的 仍然找不到工作 對呀 我們沒有氣墊 需要你的人 都失敗了 只是接一接個飲 這裡不可以做大蒜 或者那些東西 不能在工作以外攜帶銀色 和任何銀器 不能抱怨沒有陽光 等等等等 好了 一定會努力工作 哈哈哈哈 哦 應該是祭壇 就是用來弄藥 可以買一買祭壇 我們現在錢都慢慢開始多了 這些交的任務都 嘩這些 就要不停地做 會開不同的新配方 越來越多東西 應該就是 好了 我們先關一關 好了 今天這個 武器電物語來到這裡 這個遊戲 我應該會不停地自己升 其實 玩真的很好玩 可能下次開台 我再跟大家玩一下這個遊戲 我看到人家可以玩到 擺滿了整間店都是人 然後 不知道是怎樣的 五千五百萬 他說要還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回來直播玩這個 武器電物語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